小捲颱風造成高雄桃源玉碎平台 树木倒塌 壓壞電線 遇到風雨就停電已經成為部落常態 不過梅山里將表示 富星 拉弗蘭梅山里停電太頻繁 認為電路配置有問題 希望台電能協助改善 我們梅山里這邊是不是從情河以上 情河以上這裡是不是有分兩項的線路 導致於這個就是會常碰到雨季或是颱風 會碰到這個狀況就是停電的狀況 對此台電回應 桃源區因配電線路長 停電後必須沿途查修 會耗費更多時間 另外明明同部落 有人有電能用 有人家裡卻停電 是因供電線路不同 主要是為了分散用電降低風險 為什麼會有同樣一條街 對面有電 它本身沒有電視 因為我們那個電源有三項進去 因為我們不能把那個用戶所有用電都放在同一條線 這樣會負擔不平均 不過台電鳳山營業處強調 今年7月份開始 已經盤點並改善桃源區供電設備 就安排維修人員進駐部落 會盡力穩定供電 原則新聞大部許家榮 高雄桃源採訪報導